我们分两个层次去问这个问题 首先好像我这样 刚刚那个升浪 就是由六月中开始到现在 你觉得回调才值得吸纳的时候 其实以纳指作一个参考 其实应该回调到什么水平 你才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去入市 我觉得现在是晚三点了 第一这个位置是否一个真正的顶部 未必 可能去到135 13500点 那些位置都可以 所以我们应该讨论就是说 在一个时候看到的所谓顶部的角度 你起码回大概是800点左右 我觉得500点就未免回太少 因为如果继续向上升的话 那个基数就继续来浪高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回调率来说 其实以纳指的角度回800点 其实坦白说也不是很多 对于6% 对于股份 对于整个index大概是6% 如果对于相多部分的股份 可能是回1成或1成左右 我觉得也很合理 在整个跌浪 之前是下跌浪 你熬了一半 其实也有可能的 你怎样可以在一个升浪里面 你又不接受 是说跌10%也不行的 我每天都要升 我升到下年 不可以这么小朋友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有这样的改变 其实老实说 有这样的改变 在美国来说是很快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 你见识过在10年牛市之后 它上半年纳指市市市式下跌下来 其实你会发觉 美股如果真的下跌的速度 是可以很efficient的 efficient是远好过香港 在阴光式下跌的 譬如阿里巴巴 就是打个比喻 由300-70元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就算说 美国的Mekka Cap 那些稿域的NVIDIA 它由高位最强的跌了60% 别人是用了 不用4-5个月 已经finish了这件事 所以我想说 美国如果要再人调整浪 那时候老实说 吃菜就这样吃 说这么容易 只不过就是说 大家有个心理的错觉 就是看到现在升得这么好 又觉得好像眼前 又好像很美好 又忘记了息 又下跌的伤痛意义 变成是一回调下来 其实也不是太困难 有些股份也坦白说 譬如Mekka Cap的股份 例如是Google那些 它是相对比较优秀 或者股值也是便宜 但问题是 其实升来升去 纳指升了这么多 它说的由低位反弹上来 那个幅度 其实比纳指更少 可以这样说 它大概一百零几元 升到一百二十几元 其实幅度也不算大 所以股份如果遇到 一个改变的时候 是回回升浪的 是三分之一 或者回升到40% 其实是很容易的 所以就像这些股份 有回调的时候 就再进行吸纳 因为我又不是很相信 它可以在这个位置 无限升 甚至甚至甚至升上去 我又不是很购买的 这个想法 朱sir 每两个星期上来一次 其实差不多每次 我都会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吸纳 譬如你刚才说 纳指 我当它回调6% 即是回调800点左右 就吸纳一些股票 是否都是建议大家 吸纳一些 Megacap 譬如你刚才说的Google 或者Amazon这一类 我会觉得其实在Megacap来说 相多部分的企业 公布的业势 都是比市场的预期好 基本上是除了Facebook 就相对困难一点 坦白说 如果你稍微有看过 感受近年的Facebook 无论它的内容的素质 或者一些特别新一代的参与度 以至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商家 你真正有乐广告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成效 是真的甚差的 老实说在Facebook 所以其实作为用家 你可以感受到它有些歌河日落的感觉 而且根据最新的调言 可能在一两年前 或者你不看调言 你以为现在很热的 在年轻人很热的 所谓IG、Instagram 原来在美国或若队的地区 是最新一代的年轻人 原来都不玩的 原来人家玩什么呢 人家玩TikTok 即是他们的口味 就更加地倾向了 开始喜欢视频化 所以我们都是看Youtube 或者是所谓的TikTok为主 对于纯文字化 以至就是可能为了IG也没有什么文字 只有一些照片 现在人家进化到 连照片也不喜欢 人家喜欢一些动态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移动的 就变成有这样的调言 结果就很明显对于 所谓的Facebook 所有株的产品都是很不利的 所以在Megoscap里面 我们未必选择Facebook 虽然在Facebook的反弹也不小 但是你会看到 始终距离的高位都是差甚远的 所以我觉得在Megoscap里面 譬如好像是Google 或者是Microsoft 这些 升幅也不是很厉害 但是业绩的银色也相当可以的 就变成了它回调也不会回调太多 可能回一阵 已经是给你一个所谓上车的机会 最后补出一句 Apple 如果坦白说下面130元没有买 就十分之可惜的 十至140元你不肯买 都是十分之可惜的 因为你看到现在Apple分明 阵势是怎样的 阵势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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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已经阵阵到 就是你看一幅图 可能你说美国有股灾过吗 为什么Apple完全没有股灾 所以Apple就是作为一个股份 就是永远都是 跌的时候你又不珍惜 升的时候你会说 哇 这么厉害 哎呀 早知道买吧 如果一直有听我做节目的话 你见到沿途 我永远的口头是不就是说 如果你做股票不是给投资建议 还是做股票 如果连Apple也输钱的话 其实你什么股票也没有买 所以你会见到 在Apple里面经历了 虽然是一个回调 但是你见到今天以一个 result oriented的角度 你见到升到这样 你也证明我的说话 应该多有些根据 所以我们也会断下一个预言 就是说你美国说的是 加息中断 或者是所谓很多的困点 或者有诸多的担忧 仍然是倾向是一个 对于这个是所谓的 美股是一个敌视的态度之下 但是你见到Apple也可以升到这样 其实我做一个小预言 可能是MEGA CAP 即是FANG的股份 可能Apple就是最先作为一只科技 MEGA CAP 是第一只静英英、静肖肖的 升穿前历史的位置 就是一点都不出奇